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周围环境中吸收热能并从液态转化为气态 就是这个时刻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水蒸气竟然也能发电 日前华中科技大学周军教授和南京航天航空大学郭万林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发现 在纳米结构的碳材料表面进行水蒸发能够产生电压 他们借助于廉价的碳黑片层材料 利用水蒸发可以在常温条件下产生进一幅的可持续电压 在长达8天的实验中 该装置的开路电压能稳定维持住一幅左右 短路电流在150V安左右 蒸发的有个好处就是它只在需要的时候发电 利用震动能 太阳能 风能 海洋能等发电 必须依赖于相应的复杂环境 而利用水蒸发能直接将室温环境中的热能转化为电能 值得一提的是 蒸汽发电机能够使用廉价的生物材料 它们比太阳能板更容易处理 在对蒸发作为可再生资源进行评估时 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 美国的湖泊和水库可以产生325千兆瓦发电量 占到了美国当前发电量的70% 如果这项技术真的能够大规模使用 它可能会因为减少蒸发影响当地气候 你们觉得蒸发发电怎么样呢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